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深信这题目可以让许多人得释放 我很兴奋 因为神深爱着你 我们先谈谈书名 为何这书叫消灭课时 这是一本关于超人的书吗 不 不是 但在超人与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 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我们在谈基督徒 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第一点 超人不来自这世界 我们也不来自这世界 第二 它拥有来自其他星球的超能力 我们都拥有来自其他世界的超能力 它对抗邪恶 我们也对抗邪恶 它释放被恶棍欺负的 救那些被坏蛋陷害的 还有什么呢 它从太阳得能力 我们从耶稣那里得能力 不过 有种物质可以克制超人 那是什么 就是克食 这是什么 就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亚历山大做了许多资料收集 我也很爱看着动漫 它是一种从超人老家来的放射性物质 接触后可以抵消超人的能力 之后它就不再有超能力 只像一个常人 力量甚至比常人更弱 在世上甚至有另一种克食 就是属灵的克食 它可以抵消我们那属天的能力 而且实际上 你知道克食为何能远远凌驾于超人 就是超人遇上克食那一刻 他才会发现 同样 许多基督徒没有发觉属灵的克食 直到他们遇上 然后他们的能力就马上被抵消了 传达这信息有两个目的 首先是如何辨别属灵的克食 其次就是如何消灭它或毁灭它 在开始前 我们要先明白我们的潜能 我会把它的定义写在我身后的屏幕上 如果你没注意你自己的潜能的话 你就很难去把它发挥出来 让我先举个例子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在几个月前 我最小的儿子去了印度 他到那里一个特会去 然后我发现我手机的操作系统 好像有点问题 他发短信息给我 他需要身为他爸爸的我去回应 我记得我花了15分钟 当我按发送键的时候 他就自动跳到主屏幕去 然后我再次打字 想着再发一次 但仍然跳到主屏幕去 我发一句话给亚顿 就花了我20分钟 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 我很沮丧 我儿他身在印度 他真的需要我的协助 但我连发一句信息也有困难 我说自己非常沮丧 也不过分 对吗 我最终都放弃了 我把手机拿去维修 他们说 那是手机操作系统出了问题 并且不消一会儿就弄好了 我曾经尝试过自己弄 就是不成功 然后我开始想 假如是在100年前的话 我会未能马上发具信息 给在印度的儿子 而高兴 在100年前 我甚至没办法打个电话 同样的 当你知道自己的潜能 但不去运用的话 你也会沮丧 我这样说 也只是希望你沮丧 在这一刻 我希望你沮丧 因为我想让你看见自己的潜能 好吗 不然你就会像我一样说 我的手机为何不管用 首先我想谈谈神的伟大 现在我将要谈论的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谈到的不仅是基督徒 甚至是非信徒 因为罗马书一章19至20节说 他们都认识有关神的真理 因为他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借着神所造的万物 人可以清楚地看见神那看不见的特性 请留意以下这话 也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这些特性 甚至对非信徒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 就算非信徒都知道神是全知的 对吗 全知就是神在知识 智慧和认知上 都是没有穷尽的 祂是全在的 这话怎么理解 祂无处不在 祂知道我们心底的思想 与秘密 祂知道一切 非信徒就算口口声声否认 祂心里也知道 祂也知道神的能力 保罗实际在说 神是最有能力的 没有什么比他更强 我曾经在一家餐厅里 里面的人都不是信徒 其中一个服务员 问我一个有关神的谜语 含义是 世上没有什么比神更有能力 另外有一次 有个信其他宗教的人告诉我 他知道神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 神把对他自己的认识 放在每个人里面 神不受时间限制 在他没有穷尽 他用手心量猪水 他用手虎口量苍天 而且宇宙里最庞大的受造物 都在颂扬 神何等的伟大 每一刻当天上被摇汗时 成千上万的受造物也感受着 这是我们所服侍的神 你知道吗 我们称之为神 为天父 因此身为他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否应该反照他的形象 想想看 让我们看看一节我喜欢的经文 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这里没说 我们将来在天上也如何 约翰特意说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想想这话 彼得说他赐给我们 伟大而宝贵的应许 这些应许能够使你们 请留意这话 分享他的神性 让我们思想一想 我们分享他的神性 神 这字的希腊文是 Sios 意思是单单从神而来的 神性的性字表达 他的特性 他的基本法则 是他的特性与基本法则 把这些意思综合起来的话 彼得在说 神使我们分享 他独有的基本法则 如果有个牧者 或基督徒对你说 你知道吗 基督徒跟罪人没区别 只是被赦免而已 这话会使你沮丧吗 就算天人界所表达的 也不是这样 你听过一头狮子 可以生松鼠吗 你听过一头狮子 可以生小花猫吗 你知道吗 狮子不能生小花猫 对吗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言行举止 我们就会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只是小花猫 它是狮子 不过犹大的狮子 不能生下小花猫 神只会生下 像他一样的 与他相似的儿女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拥有超凡的品格 我们的诚信 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对吗 我们应该忠心 我们应该有着 无限的喜乐 爱与平安 我们应该是在地上 最有爱的一群人 对吗 我们应该有超自然的力量 有什么疾病 可以与神的儿女体敌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我们应该在各方面都优胜 有清晰的思维 强健的体魄 我们应拥有任何资源 去扩展神的国度 今天的教会 明显地存在这些特质吗 让我们在这评估上诚实 今天你能看见 基督徒与世人的明显区别吗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 让我坦白说句话 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我想你去认真思想 今天你能看见基督徒 与世人的明显区别吗 能看出来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能看得出来吗 当你看见基督徒的离婚率 就跟世人没有区别 基督徒因为嫉妒 相互之间也彼此控告 许多基督徒在身心健康等各方面都有挣扎 看着这些例子 我是否把标准定得遥不可及 让我们一起看看旧约圣经 看看在旧约创世纪的约瑟 看看他的品格 约瑟知道如果拒绝他的主母 就会碰上大麻烦 他的主母诱惑着他 每天都以眉目传情 圣经说 约瑟每天都向他说不 对吗 甚至他因此要被关起来 因为他要保守他的品格 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 让我们再看看但一礼书 但一礼书六章三至四节 因这但一礼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王又想利他治理通国 这王是巴比伦王 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国家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一礼误国的把柄 为了参他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 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 你们明白吗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 这人是但一礼 在看他的创新构思和智慧 他比任何人都要出色 但他并非由巴比伦的老师所栽培 他们都是当时最顶尖的老师和科学家 但一礼却来自小小的以色列 但一礼书一章说 但却理他们高明十倍 在经济方面 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时期 有个时期银子跟石头一样普遍 试想想 银子跟石头一样普遍 在《猎王纪》上章二十一至二十七节 当时的以色列完全找不到一个穷人 听听这节经文 所有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安居乐业 从北部的丹到南部的别是巴 这两个都是以色列南北两端的城市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房屋和院子 他们不需要政府福利 不需要救助 没人没有工作 但那时的盟约是较次等的 请记得西伯来书八章六节说 这里说 耶稣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利的 因此 让我们看看新约圣经 再深入研究一下 在新约时代 人们是怎么称呼基督徒的 就是那搅乱天下的 现在却没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徒了 他们到了一个城市 然后那里的人就说 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 他们也是没有缺乏的 很奇妙啊 看看《使徒行传》四章33至34节 神极大的恩惠降临在众人身上 他们中间没有人缺乏什么 我们思想这句话 通常 他们需要说服新约时代的其他信徒 他们需要说服其他人说 他们并不是神 是想想彼得需要对一个罗马军官说 罗马军队是当时最强大的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再看看路斯德城的人 他们认为保罗是神 因此保罗就撕开衣裳喊着说 嘿 我不是神 在马尔塔 人们归纳出保罗是神 因此世上的人 我指的是在《使徒行传》的新信徒 这世上的人 看基督徒为当时的超级英雄 那时还未到1930年代 未有超人这动漫出现 他有两个中学生创作的 除非你待在一个 渺无人烟的荒岛 不然你肯定听说过 或看过这动漫 但是在初代教会 并没有超人 却有许多能运用超自然能力的人 我们是能运用超自然能力的人吗 请看看初代教会 看看当时的情况 在五旬节那天 没有打广告 没有微信 没有社交媒体 却仍然有3000人得救 你可以想象一次教会聚会 没有用社交媒体 没有派单张 没有打电视广告 没有电台广播 却有3000人在聚会里得救 这吸引着全城的眼球 然后在几小时后 一个生来瘸腿的 被彼得治好了 他可以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其他人会怎么想 哦我的天哪 我们认识这人 他一直在讨饭 他生来瘸腿 现在却可以又跑又跳 然后又有5000人得救 但他们没有听到 彼得或约翰的信息分享 因为他们被抓了 我们想一想 5000人得救 这天的服饰很有果效 对吗 再看看圣经如何描述 初代教会的祷告 是让那地也震动的 你们是否知道 圣经的内容是没有夸大的 对吗 它不能夸大 它不像我们说话 如果圣经说震动 就真是震动 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行走 是耶路撒冷的街上 那里躺着瘸腿的 忙的 瘫痪的 他们全得了医治 这就像现在一个信徒 走进医院 把所有病人治好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又有一对夫妇 他们带着奉献到来 但却在奉献的事上撒谎 他们就马上死去 你可以想象 在一个教会聚会 有人因为他们在十一奉献上撒谎 然后马上死去吗 你们看见当时教会 跟现在的区别吗 明白吗 你们知道圣经 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吗 教会 在耶稣再来之前 比起我刚说的 教会会更有能力 更荣耀 明白吗 试想一想 让这话在你里面沉淀 这是个真理 神说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我在书里写了整章内容 来描绘这情况 明白吗 在初代教会时期 是整个城市得救的 菲利去撒玛利亚城 整个城市得救 再看看彼得 他在约帕 是一个女孩复活 圣经说 整个城市都归向主 我们不是说一部分人 是整个城市 彼得也让一个瘫痪的人 可以站起来 然后旅大和沙伦的人 都归向主 是整整两个城市得救 明白吗 在《使徒行传》 第十九章说 有两年时间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都听见主的道 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视 没有广播 每个住在亚西亚这区域的人 不止一个城市 在两年内都听见主的道 明白吗 让我们对自己坦白 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光景 当我走进一家有一万或一万五千信徒的教会分享时 我为这一万或一万五千信徒觉得兴奋 但你知道我另一方面在想什么吗 我想着在那城的教会外 那两百万的非信徒 他们应该被影响的 为何我们看不见整个城市得救 我想问一个又一个问题 我们会像神的选民一样站出来吗 我真希望我的话可以激励你 我们活像耶稣嘛 圣经没有建议我们 却是命令我们 对吗 他说 人如果说自己活在神里面 就应该在生活中效法耶稣 明白吗 神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明显地彰显嘛 别人会说我们就是那搅乱天下的吗 我们需要说服别人说 我们不是神嘛 我们不是超人 也不是女超人 你明白吗 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是否让整个城市得救 我们可以坦白吗 让我们面对现实 我们有找借口吗 我们有篡改神学吗 用以平衡那属灵刻石的影响 我们想一想 超人有着从第二世界来的能力 唯一可以抵消这能力 可以制服他的 就只有那刻石 当我们篡改我们的神学 我们就会免不了被属灵刻石影响 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 也就是跟常人没区别 满足地过活 让我们认真地想一想 好吗 所以 世上有着属灵的刻石 这是整本圣经都有提到的 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 我计划在下一刻才说 但我想先去吸引你的眼球 可以吗 好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中间许多人软弱 看看软弱这词 这词的希腊文已经写在书本里 我不打算读出来 它意味着失去能力 无能 缺乏能力等等 因此 这词可以应用在生命的不同范畴 总体来说 这是说 我们失去能力就像现在一样 这词就是这个意思 当保罗说 因此你们许多人软弱 对吗 就像刻石对付超人 属灵的刻石也对付教会 对付我们每个人 保罗所谈论的这一点 正是我想讨论的 在消灭刻石这课程里 我想讲的是 书本的内容丰富 我们只有八个视频 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 但在视频里只能说重点 不能涵盖整本书 在屏幕前的你们 我知道你们可能读个儿在看 或整个家庭在看 或整个团企在看 或整个教会在看 我想强调的是 你们要去找 《消灭刻石》这书来看 要读里面的内容 我明白大家的生活 是非常繁忙的 我写这书是向圣灵祷告 希望大家可以 每天抽点时间来读这书 每天抽12到15分钟来读一张 读得快的花12分钟 读得慢的花15分钟 每天就安静下来 集中花15分钟看一张 然后再和别人分享所领受的 你就会从神的话语里 有所得着 我想鼓励你们 每一位都这样做 我们在第二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